党场的争议是国民党秘书长金普冲曾经承诺 党场的官司如果败诉就不再上诉 但是中广巴黎是六笔的土地 高院判决是中广败诉要还地给交通部 但是现在国民党却发了声明 说败诉就不上诉的承诺并不包括中广这个案子 所以绿营听了就不高兴出来痛批 这是国民党说谎诚信 说一套做一套 中广在巴黎的基地已经一片荒废 民进党追讨官司打了七年 高院判决出炉改判中广败诉 国民党秘书长金普冲曾经公开承诺 党产官司如果败诉就不再上诉 不过国民党看到判决结果发出的声明却不认账 国民党强调中广案上诉与否 国民党无权过问 还附带说明败诉及放弃上诉的承诺 不包括中广这个案子 中广部分因为它有六百多位民间的股东 那当然公司法上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民间的股东 有些案子完全都是我们自己的没有民谷的话 我们就信守承诺 随便找一个人都知道 中广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是国民党可以影响的 而且当初诉讼的缘起 也是在中广还在国民党手里 现在国民党把这个中广让给媒体人 或让给其他的人就想摆脱责任 我觉得这是搞政治的骗术 现在却自打嘴巴 也难怪绿营质疑 国民党老是说一套做一套 民事选举怪陈威瑜台北报道